在台北跨年上街都有免費的東西可以拿 有業者發放大型螢光棒一發60萬隻 而台北市政府也發放了3D眼鏡 接見國100年的跨年煙火秀現在是倒數計時了 不過在這個市政府廣場的這個兩側舞台了 哇 我們可以看到整整的大排長龍的人潮 從這個舞台一直延伸延伸一直排到這個市議會這邊 這些人他們在排什麼隊呢 他們要拿今天主要是為了這個晚會節目的3D眼鏡 到底是什麼 我們帶大家來排隊看看 那我現在跟的人群一起來排隊拿這個3D眼鏡長什麼樣子 就是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 哇 好漂亮喔 有紅色的邊還有金色的邊總共有兩種 今天呢是限量4萬份的這個3D眼鏡要給大家 不過拿了眼鏡之後可別急著走 還要來拿這個小搖鈴 這些東西呢都是為了今天的跨年晚會所發的這些小東西 我特地還看了預告有很多那個表演 都很期待它 所以你排隊排多久拿這個眼鏡 一個小時 除了3D眼鏡和搖鈴大排長龍的還有這個 跨年必備道具就是螢光棒 有銀行業者下午4點鐘 就可以在信義區發放這個超大支閃光棒 超級巨大的LED螢光棒還會一閃一閃發亮 總共有60萬支 動員了將近200個人在信義區周邊發放 跨年夜晚還沒到氣氛已經先熱起來 特別是台北綜合報導 你採取到火爭 那了 你坐在這八道上 你坐在這八道上 在熟的上海 在一條大波組裡